与你遥远是永恒的缘 彩虹为这千古不变 我要告个为生命喜悦 万无可总比你慈爱 阿弟苏说你的恩典 谢谢主 耶稣祝福我们大家 耶稣爱我们 耶稣疼我们 好 我们继续做祷告 谢谢阿达阿爸父 谢谢你的爱 谢谢你的祝福 谢谢你的怜悯 谢谢你的照顾 谢谢你的带领 我们感谢你 我们要把以下的时间 都仰望都交托在人手里 求你圣灵 祝福 恩使用你的仆人 奉耶稣祷告 阿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个圣经的故事 非常的有意思 我们继续在谈 成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是被检险的 我们要成为一个代道者 好 我们就来看 在这个 马太福音 15章 然后呢 20节 然后呢 22节 有一个迦南夫人 从那地方出来 喊着说 主啊主啊 大卫的子孙 可怜我吧 我的女儿 被你扶得胜苦 然后呢 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个马太写了 这个15章 那是已经很有意思 然后他说 且耶稣呢 且一眼不打 门徒进前来 求他说 主啊 这个夫人在我们后头喊叫 请打发她走吧 耶稣说 我奉差遣 不过是以 不过是到 伊斯列人家 迷赦的羊那里去 所以耶稣听到了 他的这个使徒 告诉他这样子说 他就跟这个夫人说 他说 夫人夫人 我来到这个时间 被差遣了 不是 因为他这个夫人 不是伊斯列人吧 然后呢 耶稣就告诉他 你走吧 我来的是要未来 拯救伊斯列人 我不能够帮助你 这个夫人啊 的信心非常的大 那夫人 前进来拜他说 主啊 帮助我 然后呢 他回答说 不好拿你儿的饼 丢给狗吃 那主耶稣的意思呢 他就要看他的信心 他说 夫人 我告诉你 我不会帮助那些 非伊斯列人 然后他说 不可能嘛 伊斯列人是我的儿女 然后我把我要给儿女的食物呢 给狗吃 你就是不是伊斯列人的 你就是低级的人 夫人说 主啊 不错 但是狗呢 也吃他主人 桌子上 掉下来的 睡渣儿 哎呦 你看 就是剩下来的 睡渣儿 那个狗 他也吃 耶稣说 夫人 你的信心是大的 照你所要的 给你成千吧 从那时候开始 他的女儿 就好了 哇 这个经节就告诉了我们说 一个带导子 他们呢 应该要有什么 要谦卑 要谦卑的心 来到主的面前 不要自夸自阿 自大 我了不起 我是硕士 我是企业家 不是 这个夫人是外邦的女性 所以生存中有许多麻烦 以他的立场呢 只能够等待神的帮助 这样呢 他一直渴望 耶稣吃恩吃恩典 并且引起他的祷告 可是主对他说 哎呀 你这个走吧走吧走吧 那我们会回头来看我们自己 祷告几次以后呢 如果神没有什么回应的话呢 我们就轻易的放弃 这种行动可能来自于 我们不了解和人之间的差异 不错 我们是神的儿女 因此呢 我们可以用儿女的身份 向神祈求 可是 自有那里不同呢 凭信心 来求告神 以 因为不能称 称心如意 而埋怨神的心态 不大相同 但某件事情呢 不能照着我们的意识成就时 我们需要忍耐 不要放弃 耶稣看到这名家男女人 纯忍耐的心 坚持下去 更深感动 他说 夫人 你的信心 是大了 照你的所要的 给你成千吧 你看 在这夫人的祷告中 我们能看见 他对耶稣 坚定不移的信心 这个很重要 坚定不移的信心 我们祷告了这么久 为什么神没有 去听我的祷告 我祷告了这么久 我近视了这么多天 为什么没有看到改变 那 我们要有坚定不移的信心 像这个夫人 然后呢 那再加上 他愿意彻底 在卑微之处 恳求主的恩典 这就是谦卑的灵性 他不怕受侮辱 他不怕受嘲笑 当耶稣说 哎呀 我不可能拿你 而你的东西给狗吃 他的使徒们可能说 夫人你走吧 你不害羞吗 但是夫人说 没有关系 我虽然不是以色列人 我是外邦人 但是我也吃 而你 剩下的 这个渣 最傻渣 剩下的那些 食物 就是 我虽然 不是 以色列人 但是只要你 祝福我一点一点 可以 我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 谦卑的信心 不怕害羞 不怕被嘲笑 还是 坚持信心 相信耶稣 能够医治他的你 而你 好 我们今天就祷告 亲爱的阿爸父 谢谢你 主耶稣 让我们看到 这个夫人的信心 这个夫人 谦卑的信心 主啊 我们爱你 求你圣灵 陪伴着我们 以我们同在 帮助我们 让我们有这个 信心 坚持的信心 爱你 我们奉耶稣 阿们 阿们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 来跟随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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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随耶稣 祂是我永恒的祝福 我的道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